我的二哥也是做木雕 因為他回到鄉下 他會跟我聊他工作上的事情 我就聽起來相當有意思 所以我就說 那我國中畢業就也去學木雕好了 就這樣就套入木雕 起初國中一畢業是到台北的萬華 裡面有一個嘎啦的地方學習 到那個就是出師當兵 就這樣 那你比較擅長的是什麼雕刻 擅長當然我的基礎就是神佛巷 神佛巷因為我在神佛巷裡面 我所負責的工序是耙籌盔 耙籌盔在我們那個工序裡面叫做頭手 因為這個頭手就是一塊完整的茶 讓你要做什麼東西在裡面把它切出來 所以這樣奠定我日後就做創作 因為做創作就是變化更大 空間更大 更自由 所以就這樣讓我做幸處 因為我本身很重 而且我就是很喜歡挑戰 我這個挑戰的樂趣會回饋給我自己 所以做起來才會有快樂的感覺 我是吉老師 是目前我們台南是非常重要的 傳統工藝的藝術家 那這幾年他得獎無數 那也曾經是我們台南北展 台南獎傳統工藝 以及液體造型的兩大類的 台南獎的得主 那他除了非常多的所謂的 我們傳統看到的一些佛像的一個雕刻之外 其實他在所謂的客製畫作品之外 他也做了非常多生活上的創作 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當中發現 他對於生活的觀察的細膩度 以及對於生活的自己的觀感 他透過藝術來做一個創作的表現 透過這一次的展覽 在我們的台南光中心來展出 那也請市民朋友 在目前雖然是疫情期間 不過來欣賞展展是一個最安全防疫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時間 從這個禮拜一直到9月26這段時間 大家都可以來到台南獎 這邊第一億人 來欣賞我們王世紀老師的目標創作展